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行政行为的合法、无效、撤销和废止的问题 那我们首先呢,先来看一下行政行为的合法 那说一个行政行为,如果他要想合法的话 那你必须呢,要满足我们的合法要件 你必须要满足这几个必要的条件 你才能够称自己是一个合法的行政行为 那在这几个要件里边 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主体您就必须是合法的 换句话说,您必须呢,是具备行政主体资格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行政行为一定是行政主体做出来的 所以说这块我们特别强调 我们的主体,您必须具备行政主体资格 好,如果说你压根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 那这时候呢,我们肯定这个行为不能够称之为是合法的 好,那第二,就是呢,我们必须在权限范围内来相应的进行一个实施 也就是可能呢,我们不管是职权 还是说呢,我们法律法规的一个授权 那这时候我们其实都是有一个权限范围的 那您呢,在去行使行政职权的时候 您必须要在自己的授权范围之内来进行实施 你不能够超越我们的权限范围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合法性的一个要件之一 好,那紧接着第三,我们的内容也必须是合法和适当的 那这个内容合法和适当 它其实一方面考虑了我们形式上的一个合法性 另外一方面呢,也考虑到了我们的实质合法性 也就是所谓的适当性的一个问题 那在这里边这个适当性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合理性 就是往往在行政法这块学习的时候 我们说一个行政行为的合理性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行政行为的一个适当性 所以说这里边的这个合法性的要求是行事的合法 那这个适当性的要求,也就是合理性的要求 它其实是一个实质合法性的要求 好,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好,最后,说除了我在内容上要合法适当之外 这个呢,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在实体法层面上对它的进行探讨 但是除了你在实体法上能够经受住考验 说行事合法,内容适当之外 我们还必须要符合法定的程序 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做出一个行政处罚 那可能呢,就是从行事上看 它是合法的 从实质上来看,它也是适当合理的 但是结果呢,您没有遵守法定的程序 比如说我们实线上的一些要求 那如果说你没有遵守 这块呢,也不能够称之为是一个合法的行政行为 所以说在这里边呢,请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 我们一个行政行为,它的合法性要件 那首先第一,必须是主体合法 第二,必须要在权限范围内 第三,从实体层面上来看 内容必须是合法适当的 第四,还要符合法定的程序 好,这个呢,就是关于行政行为的一个合法 如果说咱们的行政行为符合了这四项合法性的要件 那它呢,其实就是一个合法的行政行为了 好,那大家都知道 咱们的考试呢,具有一个特点 叫做不考常态,考变态 因此,如果你是命题老师,你更喜欢考啥 如果我是命题老师,我更喜欢考无效、撤销和废止 因此呢,后边这几个内容 才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中之重 好,我们首先呢,先来看一下行政行为的无效 你想,这个行政行为它都已经无效了 那其实呢,主要适用的就是 当我们这个行政行为存在着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这个行政行为它就是无效的 好,那什么叫做无效 就是起根上来说 你的这个行政行为其实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法律上的效力 所以说这个无效,请大家一定记住 它一定是一个自视无效的一个状态 好,那在这里呢,大家注意一下说无效 我们一起举两个小例子 帮助大家呢,更好地去理解一下 如果说咱们这个行政处罚你是没有依据的 也就是说你没有一个法律文件给你进行一个支撑 那这时候,我们的这个行政主体就跑到大马路上 去向我们的这个行政相对人去进行行政处罚 那你觉得这个事情靠不靠谱 那肯定是不靠谱的 所以它肯定就是无效的 又或者说,我们的行政主体 你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也就是说这时候跑到大马路上去开罚单的人 他压根不是公安机关 可能就是一个路人甲 自己在网上买了一套警察的一个衣服 就去做这个行政处罚了 那你说他这样开出来的这个罚单 做出的这个行政处罚行为有没有效 肯定是无效的 所以说这个里边 如果说我们的行政行为存在着说 重大且明显违法 那它一定是无效的 无效的这个状态就是起根上 自你刚开始做出来的时候 它就是没有效力的 好,这个呢 我们的行政处罚是无效的 或者是行政处罚没有依据 或者是我们的实施主体呢 你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好,接下来再看 说如果咱们违反法定程序 那这块呢 你不是一个轻微的 瑕疵性质的违法 你这种违反法定程序 已经构成了重大 且明显违法了 那这里边我们说过 说无效的一个行政行为 最重要的点就是 重大且明显违法 如果说这时候 你违反法定程序 已经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 那这时候 我们的行政处罚 它也是无效的 好,那这块的这些举例 大家呢稍微去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呢 我们未来在行政处罚法里边 还会给大家呢 来进行介绍 这块呢 只是通过一个举例的形式 帮助大家更好地去理解 有哪些行政行为 它是无效的 那关于无效这一点 大家呢 就是极关键词 首先第一 无效的情形就是 重大且明显违法 第二 无效之后 它的后果就是 自始无效 也就是这个行政行为 你从根上 刚开始做出来的时候 它就没有法律上的效力 因此它叫做 自始无效 所以说呢 这个是无效 好,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行政行为的一个撤销的问题 那在这里边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说行政行为撤销 它的一个情形 就是说有哪些情形 会导致我们这个行政行为呢 是可撤销的 那首先第一个 就是呢 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 如果说呢 咱们有一些瑕疵 比如说这时候 可能呢 是这个主体合法 包括这个权限 包括我们的内容的合法性 适当性上 可能出现了一些瑕疵 那这个时候 可能呢 我们这个行政行为 就属于可撤销的 好,另外呢 我们这个行政行为 明显不当 也就是说 从合法的角度来讲 它可能呢 是满足合法性这个要件 但是呢 你从合理性 或者说 从适当性的角度来看 它可能呢 确实是存在着 明显不当的 好,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行政行为 有可能呢 就是一个可撤销的 一个行政行为了 好,那在这里边呢 我稍微给大家呢 去举一个小例子 比如说我们之前呢 在我们给大家 举过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就是 有几个大学生 然后呢 因为就是喧哗吵 那这时候 被别人的客人 给投诉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公安机关 可能就对它 进行了一个 顶格的处罚 好,那这个时候 你首先 从这个行政处罚 这个行政行为上来看 首先你从这个 刑事合法性上来看 从这个合法性来看 它合不合法 确实是合法 因为我是在法律 允许的上限之内 给你做到了一个 顶格处罚 所以如果说你单纯 去探讨它的 合法性的话 没问题啊 别人确实是合法的 但是呢 这时候 如果说咱们去追究 它实质合法性 也就是从合理性 和适当性上来看 那如果说 我们这个行政行为 它是明显不当的 也就是说 其实你从合理性 和适当性角度来讲 确实是非常的 有一点点超出了 我们社会公众的期待 那这时候也就是 三观尽毁 节操尽碎 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这个行政行为 它有可能就是一个 可撤销的行政行为 所以说这里边 你注意一下 如果说我们的行政行为 明显不当 那这个时候 有可能呢 它就是一个可撤销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说如果一个行政行为 它是可撤销的 那它会有什么样的 一个法律后果 那这个法律后果呢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行政行为 是自被撤销之日起 失去效力 好 什么意思 我稍微呢 给大家去联系一下 我们之前的一个讲法 之前呢 我们其实和大家谈到过 说我们这个行政行为 它其实是具有一个 效力限定性的 也就是这个行政行为 被做出开始 那在被依法撤销之前 它其实我们都默认 推定它怎么样啊 是一个有效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 这个行政行为做出来 比如说这个行政处罚 这个罚单做出来之后 它其实默认的 就是一个有效的状态 但是呢 由于它是明显不当 可能呢 未来的某个时间点 我们就对它 进行了一个撤销 所以说呢 它是从撤销到 这个之日 才开始失去一个效力 那在这里边 你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效力本身 它其实是可以追溯到 行政行为做出之日的 就是说 我呢 其实在被它宣布撤销之前 这个行政行为有没有效 它其实就是一个有效的状态 但是呢 一直到说 我把这个行政行为撤销了 那这时候 它就开始失去效力了 但是呢 这个效力本身 我可以追溯到 我刚开始做出之日 也就是可以对它 进行一个追溯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可撤销 和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无效 比较重大的一个区别了 如果我们谈到一个 行政行为无效 那它一定是一个 自始无效的一个状态 从刚开始做出来 起根上就是有问题的 起根上就是没有约束力的 但是呢 如果说咱们是这个 可撤销的一个行政行为的话 那它在没有撤销之前 它有没有效 我问你 它其实就是一个 有效的状态 好 但是呢 这块 如果说 我们呢 做出来这个行政行为 被撤销了 那这时候 它的效力 是可以追溯到 这个行政行为 做出之日起 从做出之日起 就开始无效 但是这个一定是 取决一个大前提是什么 我对于这个行政行为 进行了撤销 那我有没有可能说 对这个行为 没有做出撤销 那也是有可能的呀 如果说这时候 咱们没有对这个行政行为 进行撤销的话 那它有没有效 那鉴于我们的行政行为 是具有一个 效力限定性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 有效的状态 所以说在这里边呢 大家特别 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它呢 其实和这个无效 相对来说 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最主要的区别呢 就在说 我们这个行政行为的撤销 它是自被撤销之日起 来失去效力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一旦这个行政行为 被撤销了 那在这里边 会有什么样的 一个法律后果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责任 究竟如何来进行 承担的问题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情形 就是呢 如果说这个里边呢 确实是行政主体的 一个过错 导致我们这个行政行为 撤销了 而且呢 我们依照社会公共利益 我们这个撤销的效力 是必须追溯到 这个行为 做出之日的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呢 行政主体 你必须要予以到 叫做赔偿 那在这里 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措辞 那这块的话 大家注意一下 什么叫做赔偿 什么叫做补偿 那一般来讲呢 如果说咱们的当事人 你确实做错了 给别人造成了损失 我们用到的措辞是 赔偿 好 那如果说我没有做错 只是呢 出于比如说人道主义 或者说呢 出于一个公平 那这时候呢 我给你一部分经济利益 那这个时候叫做补偿 所以在这里边 你注意一下 这两个措辞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平时你看新闻的时候 也可以留心的去观察一下 什么时候 人家的措辞是赔偿 赔偿的潜台词 就是说你做错了 你才需要对别人进行赔偿 好那如果说仅仅是补偿的话 补偿的潜台词就是说 我没有做错 只是呢 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 我对你进行一个补偿而已 好 这里边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那现在我们探讨的是说 既然是说是由于行政主体的一个过错 而且呢 我们依据社会公共利益 这个撤销的效率 必须要进行追溯 那这时候如果说给对方造成了损失 我们呢 行政主体是必须要进行赔偿的 因为这里边是行政主体的过错 好那如果说呢 场景转化一下 是由于呢 我们行政相对人的过错 或者说呢 是行政主体和相对人 我们共同的过错 导致呢 这个行政行为撤销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过错方 根据自己的一个过错程度 去承担相应的一个行政法律责任 就可以了 好那在这里呢 你注意一下 说行政行为撤销的原因不同 那这时候呢 可能我们导致的一个法律后果 也是不太一样的 好请大家注意一下 说行政行为的撤销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行政行为的一个废纸 好那这块的话呢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废纸 它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废纸的情形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所依据的一个法律 法规规章等有权机关 我们依法呢 去修改 废纸或者是撤销 那这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时候呢 其实这么国家 历史上 比如说呢 你去做这个园林绿化 这样的一些施工专业 那这时候呢 曾经你也是需要去取得一定的一个资质 也就是说你有了这个资质 你才能够去马路边去种树 做这个园林绿化的一个施工 但是呢 这块的话 大家去注意一下 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个施工 其实我们一直很敏感 因为它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往往我们对它呢 是你必须要具备资质 才可以去承担相应的一个工作 这个呢 主要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 那在这里边 其实大家都知道 说你去马路边种树 这个和你去盖一个高楼大厦 特别是盖一个超高层建筑 或者说我们去盖一个非常这个危险的 去开一个隧道 或者说我去盖一个跨海大桥 这个难度其实相对来说 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所以说如果你仅仅去做这个园林绿化的话 它的危险程度可能没有那么的高 所以这个时候呢 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 那这时候呢 我们国家可能关于这个景观园林 这个专业 它在去做施工的时候 可能我对你的这个资质呢 其实就没有要求了 就是这个业务我们就放开了 说大家都可以来做 那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之前 我们在对它要求资质的时候 那肯定你是要去取得 相应的一个行政许可 你要拿到一个资质 你才能够去做相应的一个业务 去承担 好 现在结果呢 我们的这个法律法规进行了修改 说以后再来做这块业务 你不需要去取得相应的资质了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取得 相应的一个行政许可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当初对你做出的这个行政许可行为 那是不是说 我这个行政许可所依据的一个法律法规 现在进行了一个变化 那这时候我之前对你做出的行政许可 我们就是这儿谈到的一个废纸 那这个废纸其实我们双方有没有过错 你注意没有 因为这个撤销的话 它往往强调的是一个纠错的一个概念 但是这块如果说咱们是一个废纸 那这块其实没有任何人有过错 只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 我们的认识越来越成熟 我们的经济发展发生了一些客观变化 那这时候我们之前给你的这个行政许可 现在呢就要去废纸掉了 好这个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一个废纸 这个就是第一种进行 就是我的这个依据本身 它发生了变化 那这时候法律法规修改了 之前可能是需要许可的事项 现在变得不需要许可了 那所以我之前给你做出来的许可 肯定就要去废纸掉了 好另外呢就是 我们这个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一个客观情况 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比如说这时候咱们给A公司 一个这个施工的一个这个资质 那这时候呢 这个A公司客观情况 可能发生了一个特别大变化 比如说很多人离职了 那本来我给你这个资质 给你进行一个行政许可的时候 可能要求这个业务员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专业技术人员 可能要求30个人以上 那这时候现在由于你们公司 大批量的员工离职 导致你已经不符合这个条件了 那在这个时候 也就是我们这个行政行为 所依据的客观情况 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初你爆材料的时候 说你们公司有30个技术人员 那确实也是有的 那我给了你一个行政许可 但是现在呢 由于客观情形发生重大变化了 你们公司没有这么多人了 那这个时候 我给你的行政许可 是不是就要去废止 但是这个废止 你想 我当初给你行政许可的 这件事有没有错 这个时候我们站在 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 我当初给你行政许可 其实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只是说呢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 我们这个客观情形 发生了变化 那我们这个括号一 强调的是说 你的这个依据的 法律法规变了 我们这个括号二强调的是说 咱们的这个客观情形 发生重大变化 但是不管由于哪个变了 那其实呢 现在给你的这个许可 现在是必须要废止的 好 这个呢 就是第二种情形 好 那第三种情形 它强调的是什么呢 说这个行政行为 我已经完成了 原定的目标和任务 实现了国家的行政管理目的 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那这块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呢 可能某个城市 它就出台了一个 房地产的一个限购政策 那结果呢 过了几年 可能呢 这块 我们这个房地产 确实就是房住不吵了 那这个越来越规范了 也就是说 我的这个行政行为的目的 已经实现了 那这时候 可能我这个限购政策 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那这时候 我可能就对这个政策 进行了一个废止 好 那这个也是废止的一个情形 那在这里你看 当我们谈到废止的时候 有没有任何一方有过错 你注意没有 都是我们发生了 各种各样的一个变化 或者是你依据的法律法规变了 或者是客观情形变了 或者是说呢 咱们原定的目标任务 已经实现了 那这时候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们可能呢 就对之前的一些行政行为 进行了一个废止 好 这个呢 就是废止 它的一个情形的问题 那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说这个废止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后果 那这个废止的话呢 我们就是从行政行为的效力 它就从废止之日起 是效 这块咱们是不追溯的 请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可撤销 那在这里呢 从撤销之日起 有可能我们的这个行政行为的效力 我要追溯到你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是要去追溯的 但是如果说是这个废止 那它就是一个未来适用 那换句话说 比如说咱们由于这个法律法规的调整变化 我给你的这个行政许可 现在开始废止 那换句话说 曾经历史上 我给你许可 到它被废止之前的这个时间段 那这个行政许可有没有效 这个行政许可 它其实是有效的 这个效力 我们还是要予以承认的 那比如说你们公司 在这个一大批员工离职之前 我呢是正常给了你行政许可的 那这时候 在废止之前 这个行政许可效力有没有效 注意它也是有效的 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先购的政策 那这块在被废止之前 那比如说在过去的两三年里 这个时候我们的老百姓 需不需要受到这个先购政策的影响和管束 你注意是需要的 所以说这个里边 我们的这个废止 它其实是不会去追溯调整的 我只是适用 未来适用 所以说我们是从废止之日起失效 但是过去的这个效力 我是要予以承认的 请大家呢特别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接下来你再看 说如果因为废止 给相对方的利益造成了财产损失 那你比如说本来 可能呢我们这个施工单位取得了一个资质 现在由于法律法规的调整变化 我的这个许可可能就已经被废止了 那这时候有可能给我造成一定的 业务承揽方面的财产损失 那这个时候 行政主体要给予的就是补偿 你注意没有 这个措辞很讲究吧 那如果说我们行政主体有过错 我给你的叫赔偿就是前面这儿谈到的叫赔偿 但如果现在我们各方都没有过错 只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变化 那这时候我有可能可以给你的叫做补偿 虽然说可能给你一定的经济利益 但是这块我由于没有过错 因此我给的绝对不会是赔偿 而是一个补偿 好那在这里大家呢稍微去注意一下 那这块呢我们给大家讲解的就是关于行政行为 它的一个合法 无效 撤销和废止的问题 那请大家呢特别注意一下 当我们谈到无效的时候 这块是重大且明显违法 它的后果就是自始无效 好那如果我们谈到是撤销的话 或者是合法要见出现瑕疵 或者是明显不当 那这个时候是撤销 撤销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行政行为的效率 它是被撤销之日起失去效率 但是呢我是可以追溯到行政行为做出之日 但这块是不是板上钉钉的一定要追溯 那这块并没有这么强调 它只是说可以追溯 所以说这里边你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另外呢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撤销 可能呢就是由于各方会有一个过错 而导致的 因此它的法律后果你就要看 如果是由于行政主体的一个过错 那这块我们要进行的是赔偿 那如果是双方都有过错 或者是相对方的过错 就根据自己的过错程度 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好如果说是废止 废止的话它就不涉及一个纠错的问题了 因为撤销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解决纠错的问题 但是我们在废止主要应对的是一个变化 有可能是我依据变了 有可能是客观情况变了 有可能是既定的目标任务完成了 但是废止的时候你注意 我是不进行追溯调整的 我是未来适用 从废止之日起失去效力 好那在这里边请大家呢 一定注意区分一下这几种不同的情形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道单选题 它说呢下列关于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说法中 问咱们正确的是 好那首先呢A选项 它说相对人申请行政复议的法律效果 是会导致具体行政行为丧失拘束力 那这个表述对不对 你其实呢都不需要去学这个行政复议法 你凭借着一个朴素的一个道德感想一下 说如果这时候比如说 公安机关对我做出了一个罚款的行政处罚 那这时候我感到不服 我就朝市公安局去申请复议 好只要我一去申请 那这时候这个行政处罚 咔嚓就失去居住力了 那这时候就无效了 那这时候可不可能吗 肯定不可能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就无异于鼓励所有的人 吃到罚单的人都去进行一个复议 那这块这个复议机关也受不了 所以说这里边你去申请复议 那这块呢只有说复议结果最后做出来了 说确实当初的这个具体行政行为 比如说是无效的 或者可撤销的 那它呢才会去失去我们的一个居住力 否则我们的行政行为做出来之后 它是具有一个效力先定性的 并不是说你去申请一个复议 那这块我们的这个行政行为 就没有居住力了 反而是我们之前呢 其实给大家谈到过一个点 你稍微呢去回忆一下 说我们在复议和诉讼期间 除非法律另有特别的规定 否则上我们的原行政行为 是不停止执行的 所以这里边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A选项的表述 其实呢是错误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2B选项 它说呢具体行政行为是可以被废止 这个呢就表明说具体行政行为 没有确定力 好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的行政行为 它其实是具有一个确定力了 也就是说我说好发现的100块 那不多不少 就是必须这100块 当然我们的具体行政行为 如果说确实根据我们的依据发生变化 客观情形发生变化 或者具体的任务目标实现 这个具体行政行为 它确实有可能是可以被废止的 但是它有可能被废止 这个是不是就说明说 我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确定力了 你得不出来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吧 所以说这个里边RB选项的表述也是错误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C选项 它说呢具体行政行为做出之后 不论合法与否 我都推定它是合法有效的 这个呢就表明我们具体行政行为 是具有公定力的 那这个表述其实呢是正确的 好接下来再看4D选项 说无效的一个具体行政行为 与可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 都只有在被撤销之后 才失去法律效力 那在这里边呢你注意一下 如果是可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 那确实是呢在做出以后 我原则上默认它就是一个有效的状态 当它被撤销的时候 它才会失去法律效力 但如果说咱们是无效的具体行政行为 那就是一个自始无效的状态 起根上就没有法律效力 所以说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4D选项的表述呢是错误的 那这道题让我们选一个正确的 因此正确答案应该是C选项 好那在这里呢 我稍微带着大家来回顾和梳理一下 我们这一块内容呢 给大家去讲解的是关于行政行为的问题 那我们呢主要给大家讲解了 合法、无效、撤销和废止 那这块大家呢必须注意去区分 好我们首先先来看合法 合法的话呢 其实我们主要学习的是它的合法要件 主要是包括4个 首先第一 主体必须合法 您必须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第二你必须是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来实施的 第三你的这个行政行为 从形式上看合法 从实质上看必须适当 最后我们还要遵守法定的程序 只有满足这4个要件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下个结论 说这个行政行为它是合法的 好接下来无效 无效的话记住一个关键词重大且明显违法 一旦这个行政行为是无效的 那这块它就是一个自始无效的状态 是起根上就开始烂掉 好接下来再看撤销 撤销的话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合法要件出现了一个瑕疵 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行政行为明显不当 这个明显不当我们主要探讨的就是它的一个合理性和适当性的问题 好那在这个里边我们的这个可撤销的一个行政行为 它只有在被撤销之后 它才会失去效力 如果说你不行使这个撤销权 你不去对它撤销 那这时候它是具有一个效力先定性 它就是一个有效的状态 好那在这块我们在被撤销之后失去效力 如果说是由于行政主体的一个过错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对别人进行赔偿 好如果是相对人过错或者是双方共同过错 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好最后再来看一下废纸 废纸的话主要是三种情形 体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变化 有可能是这个依据本身去修改废纸撤销了 依据本身有变化 第二我依据的客观情形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 第三我原定的目标和任务已经实现和完成 那这些都会导致行政行为的一个废纸 那这个废纸的话我要不要追溯调整 不追溯 我们是未来试用 从废纸之日起失去效力 另外你注意一下 我们行政行为说可以被废纸 这代不代表说我没有确定力 这个不代表 这块呢也是我们之前那道题目 告诉我们的一个小结论 好这个呢其实就是关于整个行政行为 它的合法无效撤销和废纸 大家呢稍微结合着它们不同的情形 做到一个对比的记忆 好那这块内容呢其实应该说不是特别难 你结合着我的这个框架图 把这个知识点好好的呢给它去把握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呢就来给大家开始正式的去介绍我们的行政行为了 那其实呢行政行为里边我强调过 说关于行政行为我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分类 就是把行政行为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 所以说在这里边呢我们就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 我们首先先来看抽象行政行为 那这个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对象是不是特定 如果说是特定的对象的人和事儿 这时候就是具体行政行为 好如果是不特定的对象 我们是不是就管它叫做一个抽象行政行为 我是不是还给大家说过 说所谓的抽象行政行为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行政主体去发布各种各样的文件 去建章立志的波潮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抽象的行政行为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抽象行政行为它的概念 那它的概念呢其实有动态和静态两种解释方法 我们首先先来看动态的概念 动态的概念指的是说 我们的行政主体针对不特定的人和事儿 制定的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的这个活动 所以说这个里边如果说你去动态的理解抽象的行政行为 它其实指的就是制定规则这项活动本身 这个就叫做抽象的行政行为 好那另外呢我们抽象的行政行为还有一个静态的概念 它指的是我们行政主体针对不特定的人和事 所制定出来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 那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是静态的理解抽象行政行为 它指的其实就是我们行政主体所制定出来的这个规则 它就叫做抽象的行政行为 那这块呢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 因为这两种概念或者说这两个角度 未来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有去适用的一个空间的 所以这块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 这个呢应该说也是比较好理解的 所谓抽象行政行为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 就是制定规则的这个动作本身 好那如果说是从静态的角度来看 我们抽象的行政行为指的就是 我们所制定出来的这个规则 这个文件这个办法 它呢就叫做抽象行政行为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抽象行政行为它的一个特征 那首先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那这个呢就是对象的一个普遍性 也就是我们抽象行政行为 它是以普遍的不特定的人和事 作为我们的一个对象 我们不针对特定的人和事 这个是它的第一个特征 好那下一个呢就是效率的一个普遍性 和持续性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呢我们是对某一类的人或者事 具有一个约束力 它不仅仅顺于当时的行为和事件 而且呢还适用于将来发生的 同类的行为和事件 这究竟说个啥意思 比如说某市市政府 我出台了一个关于房地产市场的 限购政策 那这个限购政策一出 那其实首先我针对的一定是 不特定的对象 不是说只针对张三或者李四 不让你买房子 是所有的人都要受到这个管束 也就是对象首先是有普遍性的 第二就这个效率 其实也是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的 也就是这政策从一出台开始 不仅仅是出台的当天 而且在未来的每一天 其实大家都需要受到这个 限购政策的影响 也就是说它不仅仅适用于 当时的行为和事件 还适用于将来发生的 同类的行为和事件 只要你是将来 只要是你在我这个限购政策里边 能够去适用的主体 那这块你都需要去适用 我们这个限购政策 好那接下来 它还有一个特征 叫做准立法性 这块我们由于它是个抽象的行政行为 所以它其实本质上来说 还是行政行为 但是呢 这块它就约等于是在立法了吧 所以说这里边我们叫做准立法性 它并不是真真正正的 说全国人大和常委会 去制定一个法律 这不是真正的立法 但是这块呢 它就无限趋近于立法了 因为这个时候 你所制定出来的这个文件本身 你也是具有普遍性 规范性和强制性的 那我们作为行政相对人 要不要遵守 我们必须是要去遵守的 好那接下来 它还有一个特征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这个呢 是你日后再去学习第五章 和第六章的时候 必须要调动的一个 底层的知识储备 叫做抽象行政行为 它是具有不可塑性的 那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这个抽象的行政行为 一般它是不能够成为 行政诉讼的一个直接对象的 那啥意思 比如说某市市政府 出台了一个宪购政策 那这时候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我能不能够直接 把这个市政府 告到人民法院 说你出台了这政策违法 好注意 它呢不可以 也就是说本身 抽象行政行为 它不能够成为我们行政诉讼的一个直接对象 换句话说呢 它不属于行政诉讼的一个受案范围 所以说这块你就是告到人民法院 由于它不在受案范围里 人民法院呢 也是不会对它进行立案的 这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 但是呢 这块我们强调的是说 你是一个抽象的行政行为 因此呢 它不能够直接的成为 我们行政诉讼的对象 但是这个呢 会有一个场景的转化 就是在一定的特定情况下 我是可以一并对它呢 进行审查的 这谈的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仍然是咱们某市的一个市政府 出台了一个房地产限购政策 那这时候呢 就有个投帖的 比如说是这个假同学 那假同学呢 就非要去买房子 你非要去买房子 然后这时候 你就到这个房管局的交易大厅 那交易大厅 肯定就不给你办手续嘛 因为这时候 你是处在这个限购政策里面 所以说这个时候 就不给你办手续 那这时候 我们这个其实就已经 发生一点点转变了 你发现没有 因为它本身 我们出台这个限购政策 它是一个抽象的行政行为吧 但是这时候 这假同学到这交易大厅 要求给他办理相应的 过户登记手续 他已经从一个抽象的行政行为 变成了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了吧 那这时候是有一个具体作用对象的 那当然 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工作人员 肯定是会以这个抽象行政行为 也就这个限购政策为依据 怎么样 对你进行了一个 没有去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行为 好 那这时候假就不服了 说你这个行政机关不作为 你不作为的方式 损害了我假的一个合法权益 那对于这种具体的行政行为 可不可诉 一般来讲 对于具体的行政行为 如果你认为 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损害了你的合法权益 那他呢 其实是可诉的 你就可以把这个事情 告到人民法院去 但是这个时候 你告到人民法院 大家想一下 说之所以我们这个交易大厅 没有给假同学去办过户登记手续 主要是因为他不想吗 不是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儿存在着 一个限购政策 有一个抽象的行政行为 那这时候假同学 你在去诉讼的时候 你可以要求什么 你可以要求 对我们做出的这个具体行政行为 所依据的这个抽象行政行为 也就是这个限购政策的合法性 来进行一定审查 那这时候你为啥要去 做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其实你主要的目的就是 如果说你能够证明 说他所依据的这个抽象行政行为 就这个限购政策本身 不合法的话 那这是不是就起到了一个 釜底抽薪的作用 那你想你的依据本身的不合法 你根据你这个依据 不给我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这个具体行政行为 是不是显而易见 也是不合法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贾同学的一个 诉讼的一个策略 他其实就是想通过 我能够证明这个抽象行政行为 不合法 对于我具体行政行为 我就起到了一个 釜底抽薪的作用 我进而就能够证明 你根据他来做出的 具体行政行为 肯定也是不合法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是唯一一种 说有可能我们会对 抽象行政行为 来进行审查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呢 这些抽象行政行为 依法呢 可以作为行政复议 或者行政诉讼当中 一并审查的对象 那为什么叫做 一并审查对象 那一定是说 贾同学 我其实是对这个 具体行政行为不服 我去提起复议和诉讼 但是呢 我在复议和诉讼过程中 我有一个策略 我就是要伏地抽薪 那因此我就提出 要对具体行政行为 所依据的 这个抽象行政行为 给它来进行一个 以并审查 所以这里边 它能不能够单独地 作为一个诉讼的对象 不可以 但是呢 你能够抱上一个 具体行政行为的大腿 给它打包在一起 对它的合法性 来进行审查 好 这个呢 就是谈到 它的一个不可诉性 不可诉性是它的一个原则 这个一并审查的对象 是它的一个小小的例外 而且呢 未来 我会给大家讲到 说并不是所有的 抽象行政行为 你都能够成为 我们这个 一并审查的对象的 有些抽象行政行为 它是不能够成为 一并审查的对象 这块呢 我们等到 给大家去学到 行政复义 和行政诉讼的时候 咱们再来细说 因为这个点呢 其实还是很有可能 去考到的一个地方 我们到时候再解决 那现在呢 大家就首先 你能够有一个 朴素的理念上的认知 就是对于单纯的 一个抽象行政行为 比如说某市政府 出台限购政策 比如说出这个汽车的 一个限购政策 房地产的限购政策 汽车限行 汽车摇号 这样的一些政策本身 可不可以直接成为 行政诉讼的对象 注意 不可以 它是不能够成为 行政诉讼的一个对象 但是呢 如果说 你在具体的 这个行政行为 具体的案件当中 你调动到了这个 具体的一个 抽象行政行为 作为依据 那这时候你可以申请 对它一并进行审查 这个呢 是一个小小的例外 你稍微呢 现在能够有这样的 一个理念性的认知 那就可以了 那这个抽象行政行为 是不可诉的 请大家呢 当成一个结论 来给它记住 好 那我们前边给它介绍的 是我们的一个 抽象行政行为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的 就是咱们的 具体行政行为了 那从考试角度来看 其实呢 具体行政行为 它的一个设考可能性 其实是比抽象行政行为呢 来得更高一些的 那在这块呢 我们就是给大家来介绍 各种各样种类的 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 这块呢 大家一定是认真的来听 你呢 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来进行记忆 这块呢 也翻不上去 死记用背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行政征收 那这个行政征收 其实呢 你顾名思义 这个一看到征收 你就能够知道 一定呢 是行政主体 或呢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 一定是以强制的方式 无偿来取得对方的一个 财产所有权的 这样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 好 那在这里边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说我们的行政征收 其实呢 你在现实生活中 还是经常去碰到的 比如说 我们的一个税收 那这个其实就是 非常典型的一个行政征收 比如说你去缴纳这个社保 或者是一些管理费等等 这些呢 都属于行政征收 好 那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 比如说老城区的一个拆迁 那这个就是对于 我们国有土地上房屋的一个征收 好 包括呢 这个紧急情况之下 政府及其工作部门 做出的一些财产征收的行为 这些呢 都属于我们的行政征收 好 那除此之外 比如说因为使用权而引起的 比如说建设资金的一些征收啊 等等 这些呢 都是属于我们的行政征收 但是呢 在现实生活里啊 就是对于这个国有土地房屋的一个征收 我们往往呢 其实是会给这个征收补偿的 会签订一个征收补偿协议 所以说这块呢 就是在现实生活里 造就了非常多的一个拆二代 那它为啥能成为拆二代 就是因为这个国有土地的这个房屋征收 我呢 会给你一个补偿 这个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那在这里 我们简单的来了解一下 说这个行政征收 它的一个特征 那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行政主体对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 实施的一种单方具体行政行为 那这块就是说 我征收的时候 我要不要去征得你的同意 那这块不需要和你去进行讨价还价 不需要和你进行商量 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税务局来征税的时候 那这块我需不需要征得纳税人的同意 那这块不需要征得 我们就是直接来征收的 因此它其实就是一个单方的具体行政行为 好 那第二呢 它的实质就是在于 我们的行政主体 以强制的方式 无偿取得我们向对方的一个财产的所有权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实施 必须呢 是以向对方 富有行政法上的一个缴纳义务 财产使用 或者是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特定需要为前提 那你比如说 我们去进行一个税款的征收 那主要是因为呢 你富有一个纳税的义务 那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 或者说呢 我们是以这个 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个需要 作为前提 比如说这个老城区的一个拆迁 那这个肯定是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美好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那这个就是为了 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是需要以这些呢 作为一个前提的 好 这个呢 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行政征收 那应该说呢 其实行政征收 你从它的字面意思上 还是非常好去理解 还是什么意思的 那这个呢 主要体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强制性 和无偿性的特点 比如说我们遇到的一些税收啊 社会保险费的一些缴纳等等 这个一些典型的例子 稍微呢 去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 叫做行政确认 好 那这个行政确认 其实相对来说呢 就有一点点抽象了 它不会像行政征收 那么好理解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行政确认 所谓的行政确认 指的是行政主体 依法呢 对相对方的法律地位 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 我们呢 进行甄别 给予一个确定 认可 证明 并且呢 予以宣告的这样一个 具体的行政行为 那在这里边呢 大家去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在行政确认里面 我们的这个 相对方的法律地位 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 它其实是已经存在的 那在这里边 我去做一个行政确认 只是对它进行一个确定 和认可 或者说呢 是对它进行一个证明 所以说这里边 它和行政许可 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我们这个火灾事故认定 那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 一个行政确认 那这块 它和行政许可 有什么区别呢 你仔细地想一下 如果说 咱们是取得行政许可 比如说我去公安局 申请一个驾照 那这个时候 我是什么时候取得一个 能够在路上 驾驶机动车的权利 是不是我必须取得 一个行政许可 我才获得这样的一个权利 所以说这个行政许可 其实它会对我的权利义务 造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吧 它其实是授予我 相应的一个权利的 好 那如果说是行政确诊的话 你注意 这个火灾事故的一个责任 是不是说通过我的一个认定 说你才去背负了相应的责任 其实不是的 也就是在火灾事故发生的这一刹那 其实你需要背负什么责任 已经确定好了 那这时候行政确认 只是对一个已经存在的法律关系 法律事实 我来进行一个确定而已 所以说这时候 它并没有去改变一个法律关系 它不像这个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有可能是创设 有可能是改变一个法律关系 但是在行政确认里 其实我是对一个计定的事实 进行了一个确认 好 那在这里 我们再来看 比如说 城市房屋 这个出租的一个登记备案 那在这里边 我们双方是不是因为 去做了一个登记备案 我们才建立了一个 承租人和受租人之间的 租赁房屋的关系 你注意 不是 这时候只要是我们的 出租人和承租人 签订了一个房屋租赁协议 签订了一个房屋租赁合同 那这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了一个 法律意义上的一个 权利义务关系 那这时候 你再去做备案 它只是对你们双方的 法律关系和法律地位 来进行一个确定和认可而已 所以说 这里边它是和行政许可 最大的区别就在说 行政确认 其实我是本身就已经存在好的 权利义务关系和法律事实 我来给你做一个盖章定论而已 但这个行政许可 确实是因为你的行政许可 才获得了相应的权利 所以这两者是不太一样的 大家一定注意去区别开 那我们这块所谓的行政确认 其实是对一个已经寄存的 法律地位 法律关系 法律事实 我们来给予确定 认可 证明的这样一个作用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行政确认它的特征 那首先第一个 它是一个要事的行政行为 什么叫要事的行政行为 还记不记得 那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行为本身 我们可能需要法定的刑事 或者法定的程序 那在这里我们就说了 这个行政确认 必须是以书面的行事 并且按照法律规范 和一定的技术规范的要求来做出的 所以你从这两个方面 一个是刑事 一个是程序 那这里边就能够看出来 它绝对是一个要事的行政行为 好 那我们的行政确认 它可以是依申请做出 也可以是依职权来做出 比如说我们依职权 非常典型的 像道路交通事故的一个责任认定 比如说火灾事故的一个责任认定 这个是不需要当事人 你自己去提申请的 我们的行政主体 它就会根据自己的一个职权 来对这个责任来进行认定 所以它这个就叫做 依职权的一个行政确认 但是你有没有依申请的 这块也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的城市房屋出租登记备案 这个如果说你们双方签了一个房屋租赁合同 你不去这个行政机关这里面去做这个备案登记手续 那别人也不会主动的来做 所以说这块就是一个依申请的 好 另外比如说这个收养登记 那这个收养登记 你注意一下 其实你们双方的一个收养关系 也并不是从登记的时候才形成的 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面它只是一个行政确认 好 再比如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一个登记 好那在这个里边大家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特别是这个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 它本身是属于一个行政确认 请大家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行政确认 它其实主要是对我们的身份 能力 事实 或者是法律关系或者是权力归属 来进行的一个行政确认 好这个呢就是关于行政确认的点 好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具体行政行为 下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呢 我们叫做行政监督 好那这个行政监督 那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比较多的 那在这里给大家去举个小例子 比如说咱们的物价局 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可能呢到某个商店来进行一个检查 看看你在这个价格方面 有没有违法违规 看看你呢在这个 有没有销售假冒伪劣商品 那这个都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行政监督吧 那你比如说在疫情期间 我们的这个行政主体 就走访到各个这个具体的一些超市 比如说一些健身房 去看一下你有没有落实 我们这个疫情防控的一些政策 那这个其实都是一些行政监督 也就是我们行政主体 依照自己的法定职权 对我们行政相对方 也就是我们的普通的公民 法人其他组织 咱们的老百姓 你去遵守法律法规规章 执行行政命令决定的情况 进行一个检查 了解和监督的这样一个行政行为 这个就叫做行政监督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特征 首先呢先来看行为主体 那我们这个行政监督的主体呢 一定是享有行政监督权的 国家行政机关 或者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好那这一块看到行政机关 看到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马上反映过来这指的是啥 是不是行政主体 一起来激活一下你的记忆 我们的行政主体 是不是两包括一排除 两包括包括的是啥 一个是行政机关 一个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一排除我们排除的是啥 这个受委托方 所以在这里边其实又激活一下 我们这个行政主体的一个概念 好接下来再看行为的对象 那行为的对象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行政相对方的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行政监督 它的一个内容 其实呢就是对我们的相对方 也就是咱们的老百姓 你遵守法律法规规章 执行行政命令和决定的一个情况 来对它进行一个监督检查 好那在这里再来看一下 这个行为的性质 首先呢它是依职权的 这块这个监督检查 不可能是说我们主动的去做一个申请 那肯定是行政主体 自己依职权来做的 好另外呢就是一个单方的 而且呢它是相对独立的一个 具体行政行为 那我们行政监督 它的目的是干嘛 主要就是为了去防止和纠正 行政相对方的一个违法行为吧 我们保障法律法规 规章的一个贯彻实施 和行政管理目标的一个具体实现 那它在做行政监督的时候 我可能是去审计 可能呢是这个检查 可能是调查 可能是查验 可能呢是检验 勘验 鉴定 登记 统计等等 各种各样的一个方法 这个都是可以的 好那这块呢给大家谈到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行政监督 那应该说呢 这个行政监督 和我们前面学到的这个行政征收一样 大家呢相对来说 会觉得好理解一些 可能这个行政确认 你稍微会觉得比较晦涩一点点 好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个行政给付 那这个呢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概念 这个呢 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 你等会儿会注意 这个行政给付和行政奖励 它呢也是不一样的 我等一会儿会大家来谈到说 这个行政奖励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个行政给付 那这个行政给付呢 它其实主要指的是 我们的行政主体 对公民在免老 疾病 丧失劳动能力 或者是其他特殊情况之下 我们呢去依照这些法律 法规的规定 赋予呢 其一定的物质利益 或者是与物质有关权益的 具体行政行为 好那在这个里边呢 大家去注意一下 我们的这个行政给付 它其实呢 是不同于行政奖励的 这个行政给付 我更强调的是什么 物质 那虽然我们一直说 你的这个做人不要太物质 但是呢 其实物质也是一切的基础 所以说这个里边 这个行政给付 它强调的就是物质 它呢不像行政奖励 这个行政奖励 我有可能给你的是一些物质上的奖励 有可能是具有一些精神上的奖励 比如说给你一些这个精神文明的一些称号等等 那这些称号其实本身 它你很难从物质的角度来界定它 但是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荣誉感的 所以说在这里边 如果是行政奖励的话 它有可能呢 是具有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谈到这个行政给付 这块是没有这个精神层面的 这个就是物质 好那在这个里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行政给付 它的一个特征 那首先呢 就是行政主体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并且你是要以法律法规作为依据的 好那它的一个对象呢 就是特定的公民 也就是特殊困难和特殊情况下的公民个人 那这块呢 我们的内容就是赋予了被帮助人 以一定的物质权益 或者和物质相关的权益 那这个形式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形式比如说 我们去发放这个退休金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行政主体 然后呢 在公民年老的时候 可能我们去发一些退休金 退职金 包括呢 这个失业救济金 社会保险金 最低生活保障费 我们的一些安置补助 护恤 优待 包括呢 救灾扶贫等等 好那你能够看到 这块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行政主体 一定是以我们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 我们的对象呢 其实就是存在着特殊困难 或者说特殊情况下的公民个人 我们呢 来向你发放一些物质上的一些利益 这个就叫做行政给付 好那这块大家一定和这个行政奖励 一定给它区分开 那这个叫做行政给付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行政裁决 那这个行政裁决呢 其实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 你呢 还是在理解的基础之上来进行记忆 好那在这里边呢 他其实谈到的是说 我们法律授权的特定行政主体 对于呢 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 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 特定的民事权力归属 或者侵权损害纠纷进行审查 并且就各方的责任承担 做出一个裁断的具体行政行为 所以说在这里边 我这个行政裁决 解决的矛盾和争议 大家注意一下 我解决的是不是一个行政争议 你注意不是 我在这里边解决的 其实是一个民事争议 也就是平等主体之间 那这块呢 我们的一个行政主体 我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 对这个民事争议来进行解决 然后呢 我最后就会给出一个裁断 说你们各方各自去承担 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这个就叫做行政裁决 好 那这个本质上来说呢 它其实也是一个行政行为 但是它解决的 其实是一个民事争议 好 那在这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到底有哪些特征 那首先第一 这个主体呢 必须是法律授权的特定的一个行政机关 那这块不是说 每个行政机关都能去做行政裁决的 一定是法律要民文的进行规定 好 比如说 我们的公安机关 对于公民之间实施的 人身侵害的治安管理处罚案件 其实呢 我就没有一个赔偿数额的裁决权 我仅仅是具有一个调解权 那在这里你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行政裁决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最后一定是要给一个定性的一个裁决 说你付多少钱 你付多少钱 就各方的格任要给一个裁决 但是在这里边 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它其实就是不属于行政裁决了 因为这时候公安机关 你呢只有一个调解权 你是没有裁决权的 你不能就是说 张三 你要赔李四多少钱 你只能呢 去促成他们两个人之间 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和共识 但是这块你能不能直接就是说 我把这事定了 说张三 你就赔李四两千块钱 你能不能说这个话 注意不行 因为我们只享有调解权 你是没有裁决权的 所以说这个行政裁决 一定是说 法律要授权特定的机关 你能够去有这样的一个裁决权才可以 好 这个是它第一个特征 好 第二个特征就是 我们的这个对象 它其实一定是民事纠纷 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一个 民伤式的这样的一个民事纠纷 好 那再接下来 说我们行政裁决呢 是行政主体与行使裁判权的一个活动 具有法律的一个权威性 好 那这个行政裁决肯定也是一个行政活动 就是我们行政主体行使 行政裁判权的活动 好 另外呢 你注意一下 这个行政裁决本身是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也就是对于这个行政行为 如果你不服那这时候呢 对于行政行为不服 我们本身是不是可以申请复议 或者是提起诉讼啊 所以说这里边你一定看清楚 说这个问题 那这块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我稍微给你去看一下 比如说贾和一两个人 比如说由于这个著作权 它可能发生了一些纠纷 这个本身呢 其实是一个民事争议 好 那这个民事争议 他们现在呢 就找到了一个行政机关 来要求这个行政机关 对它进行裁决 那这个行政裁决本身 它解决的其实是一个民事争议的问题 但是这个行政裁决本身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 因此呢 对于这个行政裁决 如果说做出来了 最后这个贾和一双方 我感到不服 那这时候你注意 你不服的是什么 你现在不服的是这个行政裁决本身 对不对 那这个行政裁决本身 它其实就不是一个民事争议了 它是一个行政争议 你是对这个具体的行政行为不服 那因此在这个时候 你呢是可以对这个行政裁决 这个行政行为 去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 所以说这里边 它其实是有两个矛盾和争议的焦点 一个是贾和一之间的 一个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 另外一个就是 你和这个行政机关之间 关于它做出的这个行政裁决的 一个行政纠纷 好在这里大家一定看清楚 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好那在这里边 我们能够去做行政裁决的 其实呢是必须要法律的 一个明文的规定才可以 那在这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如说著作权里边 我们侵权损害赔偿纠纷的一个裁决 这个是可以去做行政裁决的 另外呢就是 专利权许可使用费纠纷的一个裁决 那以及呢我们土地等自然资源使用权 侵权损害赔偿纠纷的裁决 以及呢国有资产权纠纷的一些裁决等等 好那这些呢都是可以去做行政裁决的 好那请大家呢特别注意一下行政裁决的问题 这个点呢可能大家 你单纯的去看它的这个名字 可能不是特别的好理解 因此你就需要把里边涉及到的一些特征和举例 必须呢给它做到一个耳熟能小 好这块谈到的是行政裁决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行政奖励 那这个行政奖励前面我也说过了 大家必须呢要和我们的行政给付 一定是要去区分开的 那这个行政给付我的对象 首先就是一些特殊群体困难群体 然后呢我给予它的也仅仅是一些物质上的利益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行政奖励 那这个行政奖励呢 其实行政机关对为国家和社会 做出一定贡献的行政相对人 我们给予一些物质和精神奖励的行政行为 那我们呢是为行政相对人设定权利 给予利益的一种行政行为 那因此呢我们的行政相对人 也能够因此获得一定的权利或者利益 那在这里边它和行政给付是不一样的 那首先呢行政给付的对象 是一些特殊群体困难群体 而我们的行政奖励 那这块它不一定是说你是特殊群体困难群体 只要是你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 这个都是可以的 另外呢就是从行政奖励来看 我这块呢既包括了物质 也包括了精神 可能我给你一个精神方面的一个精神文明称号 这个其实本身也是一个行政奖励 但是行政给付的话 我们强调的它必须是物质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特征 那这个特征呢 它也是一个受益的行政行为 对我们的相对人而言 它呢是一个好事 好另外你再注意一下 这个行政奖励 它的这个主体限于行政机关 那这个其实有些同学说很好理解啊 因为我们讲的都是具体行政行为嘛 具体行政行为 你肯定就是行政主体 对行政相对人做出的 你才配称之为是行政行为 但是我们在这儿 为什么要给大家强调 说这个行政奖励 它限于行政机关呢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企业 去评一些优秀员工 比如说我们的学校 去评一些优秀学生干部 去评一些这个三好学生等等 那这样的一些奖励 它属不属于行政奖励 你注意不属于 因为它做出的主体是企业和学校 它呢其实是不属于行政机关的 因此它就不能够叫做一个行政奖励 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说我们单位去找一些优秀员工 学校去发一些三好学生 这个部属于行政奖励 这块必须是我们的行政机关来做出的 好那这个行政奖励的一个程序呢 它首先是要去申请 然后呢我们的行政主体来进行审查 最后呢再来进行一个颁发 好这个就是行政奖励 它的一个程序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举例 那这块呢是关于行政奖励的举例 比如说我们的税务机关 对单位和个人呢 我们实名向税务机关进行一个举报 税收违法行为 并且经过查实 那将来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的 那这个物质奖励其实就是行政奖励 因为其实你是对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你举报了一些税收的违法行为 好那再比如说 对呢经我们纳税人自行申请 如果说你符合纳税性管理办法规定的单位 我们可以对你呢 授予A级的一个纳税人的称号 那这个可能就不是物质奖励了 这个更多的呢 就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奖励 好那这个都叫做行政奖励 好请大家呢 注意一下行政奖励和行政给付 这个大家一定要给它区分开 好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行政协议 那其实这个行政协议是非常特殊的 因为之前呢给大家介绍过 说绝大多数的行政行为 它其实都是单方的行政行为 但是这个行政协议很特殊 它呢其实是一个双方的行政行为 好那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概念 说我们的行政机关 为了去实现我们的公共利益 或者是行政管理目标 因为呢行使行政职权 或者呢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 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我们协商订立的一定是具有行政法上 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 这个才能被称之为叫做行政协议 它呢又被称之为叫做行政契约和行政合同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说首先它从目的上就是为了去公共利益 或者实现的行政管理的目标 那在这里边从职权职责上来看 一定是和我们的行政职权紧密相连的 与履行某种行政职责相关 那另外呢行政协议的缔约双方 一定呢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 它是具有严格的一个法定性的 那这个行为呢就是行政机关和相对人 去协商订立协议 从内容上来看 那其实呢就是体现 或者涉及行政法上的一些权利义务 那我们的行政协议 它是属于行政诉讼法的一个涉案范围的 好那在这里边呢大家去注意一下 我们常见的行政协议 我其实之前反复和大家说 你可以稍微有针对性的记忆一下 比如说我们前面谈到的一个政府和一些呢 比如说公共事业里边的一些部门和公司 它所签订的特许经营的协议 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行政协议 好另外呢就是在房屋 这个征收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征收补偿协议在里面 这个都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行政协议 那在这里大家特别注意点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这时候咱们的税务局和一个文具店 我呢签订了一个关于文具的一个买卖合同 比如说买一些笔 买一些本 买一些铅笔 买一些橡皮 那看起来这个一方也是行政主体 另外一方呢也是行政相对人 但是我们签订的关于这个文具的买卖合同 属不属于我们这儿谈到的行政协议 你注意不属于 它其实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民商市领域的一个民法意义上的买卖合同 因为虽然这时候缔约的双方是一个行政图体和行政相对人 但是他们里面这个里面涉及到的权利义务关系 都是民法领域上面的一个买卖合同关系 这里面并没有涉及到说我的一个行政职权的形式 那在这里面请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行政协议 你在这个协议里边的内容 它一定是和行政管理有关系的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行政协议和你普通的这些买卖合同 那有可能说它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行政协议里边主要涉及到 还是行政职权的形式和社会管理的一个公共职能 这个是有紧密的关系的 好 这个呢是关于行政协议的问题 其实你只要把我给你举的这个例子 你能够理解了 应该说呢行政协议这块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好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道2021年的一个单选提议 它说呢下列关于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说法中 问我们正确的是 好那在这个里边 我们呢某县的一个税务局为纳税人呢去办理税收优惠 属于行政奖励 好那在这里边你注意一下 我办理税收优惠政策 这个其实呢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执法行为 那这里边它属不属于行政奖励 你注意这个呢是不属于的 因为这个行政奖励一定是说你对国家和社会做出了一些突出的一些贡献 那这时候给你一些物质或者是精神上的奖励 这才叫做行政奖励 那这块我给你办理一个税收优惠 这个呢不是说你对国家和社会有什么贡献 而是说只要你符合我们的税收优惠政策 我就应该给别人进行办理 所以说这个呢它不属于行政奖励 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接下来再看2B选项 说某区税务局为纳税人呢去办理税收登记 属于行政确认 这个属无属于行政确认 注意属于 而且呢这个是不是我一直告诉你 说必须要把我们这个讲义中给大家整理出来的举例 一定给他牢牢的记住 因为这个就是命题老师将来有可能命题的素材 所以这里面就能够看出来 说虽然这个题呢 它是一个小小的案例的方式来进行呈现的 但是呢我们命题老师他命题的素材 很多就是来自于我们教材当中的一些举例的原文 好接下来再看C选项 说某省公安厅做出的一个行政复义决定 属于行政裁决 这个属不属于 行政裁决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我解决的是不是行政正义 注意不是 我解决的其实是平等的民商市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吧 所以说这个里边我们的这个行政复义 它解决的是啥 它解决的是我们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一个行政争议 所以说这块它肯定不属于行政裁决 行政裁决解决的是民事争议 好接下来再看4D选项 说某市市场监管局对下辖区限的一个市场监管局 实施一个执法检查 属于行政监督 这个属不属于行政监督 你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市市场监管局对区限的这个市场监管局 去做这个执法的一个检查 这应该是属于内部行政行为吧 也就是上级单位对下级单位的一个检查 这块并不属于我们的行政监督 我们的行政监督强调的是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 也就是我们社会上的这些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这个才叫做行政监督 如果是上级单位对下级单位 这个其实只是你们组织内部的一个管理层级关系的管理行为 它呢不属于一个我们在这谈到的一个具体的行政监督 这个具体行政行为 所以说这个4D选项呢也是不对的 所以说你能够看到说密提老师他在考试的时候 其实考察的还是非常非常细密的 你必须对这个点有一个非常精准的理解 你才能够把它做对 好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呢是2B选项 好那在这呢我们稍微带着大家来回顾和总结一下 那我们在这一部分呢其实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行政行为 那我们在这呢给大家介绍了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 那在抽象行政行为里边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说抽象行政行为它其实呢有动态和静态两个概念 那这块动态的概念就是我们去建章立志制定规则的过程 而从静态的角度来看 抽象行政行为就是我们制定出来的规则 好另外呢我们抽象行政行为它是有自己的一些特征的 比如说对象的普遍性效率的普遍性和持续性准立法性 那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原则上来说抽象行政行为它都是不可诉的 但是呢有一个小小的例外你能够把它记住 好这块呢就是抽象行政行为 抽象行政行为从考试角度来看 它的设考的重点或者说呢其实力度是不如具体行政行为的 那在具体行政行为里边我们呢给大家介绍了非常多的一些具体行政行为 比如说像行政的征收 那在这里边你主要记住 它其实是具有一个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点 比如说一些典型的举例 比如说税款的征收 社保费用的一个缴纳 我们这个城市国有土地上的一个房屋征收等等 这些呢都属于我们非常典型的行政征收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行政确认 行政确认指的是什么 对于一个已经存在的法律关系法律事实 我来对你进行一个确认和登记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这个税务局对纳税人的 一般纳税人的一个登记 这个就属于非常典型的一个行政确认 好接下来再看这个行政监督 那这个行政监督其实一定是行政主体 对我们行政相对人 你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 或者是执行行政命令情况的一种监督 那它的方式其实呢是非常多样的 好接下来就是这个行政给付 行政给付注意两点 首先我的这个对象一定是困难群体 特殊群体 第二在对象上在这里边 我给付的一定就是物质 这块是不包括精神的 这个呢和行政奖励 必须呢一定是对比开来 我们的这个行政奖励 它其实一定是对国家和社会 有贡献的一些人 那在这时候我们给予的 有可能是物质上的一些利益 有可能呢是精神上的一些利益 好再来看行政裁决 行政裁决本身它是一个行政行为 但是我主要解决的是平等的 民商市主体之间的一个民事争议 那是不是所有的行政主体 都想要行政裁决权 注意不是 必须是法律民文规定 那这时候你才想有行政裁决权 那那几个举例 比如说涉及到知识产权方面的等等 大家特别呢去注意一下 好最后就是咱们的一个行政协议 那这个行政协议你注意 它一定是一个双方的行政行为 好另外呢行政协议 一方主体必须是行政机关 另外一方主体是行政相对人 那仅仅有两方主体还不够 你还要看它的内容 一定呢是关于我们社会公共管理方面的 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 才能够被称之为叫做行政协议 比如说我们的行政机关去文具店 采购一些办公用品 这个仅仅是平等民商市主体的买卖合同 它呢是不属于行政协议的 行政协议的两个举例 一个是特许经营协议 一个呢是房屋征收的补偿协议 它都是非常典型的行政协议 另外你记住一下 说行政协议属不属于 我们行政诉讼的一个烧案范围 这个是属于的 好那这块呢就是关于 我们的抽象行政行为 和具体行政行为 给大家进行的一个讲解 那你能够看到 特别是这个具体行政行为 还是曾经呢考察过历年真题的 因此呢请大家必须 要充分的理解和记忆 而且你能够看到 我们老师在考的时候 其实它不是很生硬的去考察的 还是呢融合出了非常多的一个案例 其实考察起来 还是相对来说呢比较灵活的 因此这块内容 请大家一定呢 重点的来进行盯访 请大家订阅一下